City 相信小時候應該有不少人都是因為被灌籃高手這部動畫給影響到去打籃球吧 當初的蘿卡呢也是因為打了籃球之後才會去關注NBA的比賽 還記得國小要畢業的那一年啊 當初是一個公牛王朝的時代 號稱公牛是打片天下無敵手絕對不敗的傳說神話 而且那個時候的Michael Jordan 應該是最巔峰的時期 那一年的總冠軍戰 還對上了爵士隊這支隊伍 印象中非常的深刻 其中有一場是到羅卡的同學家去看的 那個時候在看 總覺得看Michael Jordan 跟Scotty Pippen Broadman 這些球星一起做表演就夠了 但是呢 居然非常意外的是爵士隊取得勝利 所以對當時的NBA印象真的非常非常的深刻 今天就想要藉由這片遊戲來去找回當初的熱血一點點的感動 今天要介紹的遊戲就是這片NBA 2K18 其實羅卡大概在國中高中的時期 最常玩的運動 也幾乎天天必玩的運動就是籃球的運動了 好啦 那講了這麼多關於NBA的回憶 我們還是先來進入今天的重點 NBA的這片Switch的遊戲片吧 首先呢 我們一樣先看到正面的方面 這裡上面其實就有寫到一個重點 因為它這裡有寫到說 它需要download的就有17GB這麼多 所以呢 這片遊戲基本上 只要有想要入手NBA 就一定要入手記憶卡 不然呢 Switch的本身空間只有32GB 扣掉一些遊戲的存檔 跟本身主機使用掉的空間 基本上是一定不夠的 再來呢 下面這裡有一張雷射的標籤貼紙 這個是NBA跟施博定的這個標籤 算是一個授權的貼紙啦 這邊有一個也是非常重要的 它有寫到說 我們就是需要一個MicroSD卡 這個的話是在上面有寫到的 只要買Switch的版本 要玩2K18 一定要買一張 至少32GB以上的記憶卡才會夠用 遊戲背面的部分 由於羅卡買的是歐版的 所以上面呢 這些應該是歐洲的文法吧 看來是更不明瞭的一些喔 那下面這裡呢 是遊戲中的畫面 這款遊戲在電視模式 平板模式 攜帶模式呢 都可以達到1到4個人玩喔 重點在最後這個攜帶模式 它應該是在近距離的4個人連線時 就要準備4台的Switch才可以喔 因為呢 在Switch的版本裡面有 支援近距離的連線 然後這邊呢 NBA 2K18 是有支援Pro的手把 旁邊這個呢 雖然羅卡看不懂它的文字 但是基本上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它應該就是遊戲內含有付費內容 再來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裡面的部分吧 它上面這裡有一些紙卡 裝在上面這裡 再來下面遊戲卡架的部分呢 在這邊也沒有缺席 紙卡呢 是像這樣子 總共有兩份的喔 這個呢 其實比較有一點爭議性 在後面 它其實是有可以輸入序號的 應該算是額外贈送的特點之類的啦 然後呢 會送這些東西 最重要的呢 就是這一個 簡稱VC的遊戲錢幣吧 因為羅卡在之前呢 有先上網去搜尋一下 關於2K18的一些新聞 那這個VC幣呢 在給很多人有爭議的部分 就是遊戲本身呢 是已經有做收費的喔 但是呢 這個VC幣就是要讓我們去額外付費購買 那VC幣的用處呢 差別最大的就是可以把球員的一些能力給增加喔 這個呢 如果有在網路上面做對戰的朋友們 然後玩這種自養成角色的 就會特別的在意喔 因為呢 總會希望自己創造出來的這個球員呢 是非常的全方位 能力都非常的強大喔 所以呢 這個VC幣會過度收費的問題呢 也讓非常多玩家特別的反彈喔 第二本呢 應該也是一些用戶的中端協定之類的 裡面呢 都是寫一些外文喔 所以非常的難懂 那相信啊 這樣子的運動遊戲裡面 流暢度就是格外重要的喔 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來直接進入遊戲看看吧 好 現在呢 我們就開始進入遊戲吧 非常豐富的二可以一把的畫面 跟球隊的LOGO都會出現 一開始這邊呢 如果大家更新完之後 正常來說都會到這個英文版的介面 那麼呢 大家可以先到這邊來把它設定為繁體中文 這樣子設定完之後呢 等一下整個介面就會都是繁體中文化的 這個介面會比較方便 讓我們快速上手 然後呢 裡面的球隊可以選擇一些現役的球隊 或者是明星的球隊 或者是以前過去非常知名的球隊 非常多種變化都可以選擇 那這次呢 如果還是先選這個 芝加哥公牛隊來玩一下 雖然說這個是打了第二還第三場而已 技術並不是很純熟喔 但是總覺得用 Jordan跟Pippen他們在場上奔馳的感覺就是非常的快樂 那整體玩下來的感覺呢 其實遊戲的流暢度還算順暢 但是像這樣子的遊戲呢 還是需要稍微練一下技術 例如說投籃時的那一條 時間棒 時間軸 能夠抓得越準呢 整個投籃的準確度也越高 整體的狀況呢 都非常有像NBA的感覺 所以整個打起球來了 非常的熱血 那在網路上面呢 其實有提到說 其實在不同時期的球星角色啊 他們的體格身材呢 是有點點稍微不同的 在遊戲裡面呢 有一部分的球星呢 與他們當年的身材是沒有吻合的 這個部分羅卡是比較沒有那麼的清楚 那相信呢 如果有在追蹤 關於NBA的所有的球賽的話 那如果又是老觀眾的話呢 相信一定會非常的清楚明白的 那遊戲一開始呢 其實羅卡玩的這個模式是快速的模式 然後選擇的是5打5的全場 在這個模式之下呢 可以很快的選擇玩球隊之後 就可以進入遊戲去參加比賽啊 只是有一點比較稍微不解的是 在罰球的時候啊 有時候畫面會有強烈抖動的感覺 那有時候呢 在罰球的時候 又沒有這個抖動的感覺 不知道這個是否是正常的狀況 只是要來干擾這個玩家的 罰球的進度 這一點是比較不解一點的啦 那另外呢 其實這一款NBA 2K18 還有提供這個3對3 2打2 1打1 各種的人數模式喔 都可以讓我們在秋場上面去做一個比賽 那這個呢 羅卡是選擇街頭模式的3打3比賽喔 其實第一次羅卡在玩的時候呢 非常的糗 因為呢 沒有注意到自己控制的隊伍在哪一邊 所以呢 精心選了3隻球員角色 結果呢 後來發現 居然是當電腦選的 然後自己的3隻 卻是那個亂選的3隻喔 那因為現在呢 對這些球員角色其實並不是太熟 所以呢 整個玩起來 就是只能選擇一些以前比較早期還有認識到的球員 然後現在還在球場上面打的這些角色 好啦 那今天的遊戲呢 就差不多先玩到這邊啦 好 那現在呢 已經玩完這款遊戲了喔 其中呢 羅卡是對3對3還有5打5全場呢 特別的有興趣 因為呢 這些都是羅卡以前比較常玩到的一種模式喔 可是玩起來呢 算是有一點點的差距啦 因為這個3對3呢 似乎並不是每一球接到都需要回到3分線以外呢 跟以前在外面的球場實際上去打呢 會有一點點不一樣的差別 進球的這一隊呢 下一回合會把球給對方再來繼續開始喔 這個算是跟現實中的3打3 有一點點稍微不一樣的規則啦 整體玩下來的感覺也算是非常的棒喔 因為呢 有時候可以控制自己喜歡的一些球星角色 不管是想要灌籃啦 還是在享受那個3分球進球的那種快感 都是讓人非常的開心 那接下來呢 羅卡是想要來分享一下 關於Switch版本的這些優點跟缺點啦 網路上相信有非常多的玩家呢 來自於各式各樣的電玩平台喔 包括PC Xbox 然後PS系列跟Switch系列等 可能都有人在玩喔 但是呢 這些版本其實都還是為了一點點不一樣的 些微上的差異啦 Switch的部分呢 其實它的優點就是在於說 到外面去呢 不管在何時何地 就可以直接拿出來玩NBA 2K 這一款遊戲 這算是它一個很大的優勢 其中呢 也是有一些缺點存在的啦 因為呢 Switch的效能 畢竟沒有辦法像其他的平台這麼的厲害喔 所以呢 網路上面也有看到一個 它拿PC跟PS還有Switch來做比較 Switch的部分呢 畫面會有很多細節被直接省略 甚至呢 光影啊 有一些燈泡的部分也會不見 因為呢 這個光影也是非常的吃效能的部分 呈現越多的細節喔 我相信就是對效能有更大的損耗 所以呢 有非常多的細節 包括一些玻璃窗戶上面的東西 天花板上面的一些燈具啦 全部都會被Switch的版本砍掉喔 就算砍掉這麼多的細節喔 還是會有一點點掉陣的問題存在 所以呢 Switch的版本在某一些場景啦 還是一些動畫當中 其實都還是會有掉陣的狀況出現 而且呢 是非常的明顯 肉眼可以看得出來 但是呢 就算有這些缺點 大致上玩起來都還是可以讓人接受的啦 就以上的優點跟缺點看來呢 其實這款遊戲 縱觀來說啦 還是非常的不錯 除了可以選現役的球隊以外呢 還可以選以前的一些明星球隊 那在享受那種投籃進球的瞬間呢 感覺也是非常的舒服喔 灌籃下去呢 那種熱血 那種感受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 那這款遊戲呢 如果有喜歡的 也不妨可以去找來玩玩看 之後呢 如果有2K19 羅卡也應該會來入手 繼續體驗一下這樣子籃球的魅力喔 那也期待呢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 NBA2K18 創造出 屬於心目中最優秀的那一場賽事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呢 差不多到這邊就結束了 喜歡我的影片呢 記得在下面點個喜歡 並且分享 也別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羅卡 我們下次見 Bye 哇 這個銀行球員實在是太厲害了 只能透過地上的名字呢 或者他接著球在地上運球的時候才看得到 更新之後是沒有看過了啦 不知道這個有沒有 因為更新而修補了漏洞喔